很多小伙伴呢问我最近美国房产交易市场怎么样 那在我来看呢 好低段刚需房的需求量还是只增不减 非常好的 那么趁着疫情期间经济不景气 也是一个下手超低买房的好机会 你谈下去的空间呢 就是你日后升值赚钱的机会哦 投资房 自住房 学区房 度假屋 你想要什么样的房源都可以跟我说 我会为你量身制作 为您去找寻适合的房源哦 另外呢最近很多新盘也有在打折 那么好多价钱呢要比新盘刚出的第一期价钱还优惠哦 如果早有买房需求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可以自信我来拿这些信息啊 另外呢还有需要租房管理服务的小伙伴也会问我 最近呢因为疫情是不是因为不好赶房客 所以不好做房屋出租呢 其实不是的 那在我们公司呢为客人寻找房客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紧致的流程 那么我们会去调查房客过去的工作经验 房客的信誉 房客过去的租房历史 还有之前的referral推荐等等等等 那么审核流程呢是非常的严谨 那是不是房客租房就一定要信誉好呢 也不是 对于信誉不好的房客 如果我们能提前收取所有租金的租金 一次性付款的话 这对房租也不是一件坏事哦 最近呢我们还有帮助很多租房管理的客人 一次性收取到了一年的租金 一年的房屋租金呢 那什么疫情期间不能赶房客啊 30天60天的限制期啊 这些呢都不是后顾之忧了 所以说如果你有租房的难题 也可以来找我 我都会为你解决哦 我是Mina 一年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 Broker和注色会计师CPA 如果你有需要任何房产相关的服务 记得来找我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会多分享房产知识 房产看房 新房新盘 二手房 好学区跑房子的房源信息 那么记得关注我哦 好了 那希望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